今天托布斯的分身加强了 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自从啊 分身可以分享知识卡后 双倍的快乐 你拥有了吗 挑战托布斯 一级分身CD时间缩短 二级分身可以继承猫的知识卡 三级依旧还是原来的配方 分身会一直存在 继承知识卡这点 就非常厉害了 分身可以叠加知识卡的效果 高红墙 双暴怒 共享信息 四倍快乐 你值得拥有 那就让我们来试试效果 这区多尼没有带信息 分身马上就踩到了夹子 所以啊 一定要带信息 分身技能也一定要升到二级 不然这个XXX 还是默默地帮老鼠解决掉所有夹子 这几只老鼠真的配合得挺好啊 多尼猜测码 哎呀 刺几只应该是认识的 这么急 来了一招 吊虎离山 把队友就走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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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先保守一点吧 抓两只 留两只打强动试试效果了 上同墙之后 墙壁确实是兼顾了不少 不过 多尼发现了一件事 强动时期的道具也变少了 感觉变相加强了猫咪啊 再多打击吧 也还是这样 估计就是爱帮猫 变相加强 最后就是暴怒效果 确实也能继承给分身 不过 要睡就不能共享 比如你看这个隐身啊 就不行哈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 正的来说 奶猫的这次加强 多尼还是非常满意的 开局即便是拿不到经验蛋糕 但全靠尾色发育 所以检查期 大家还是可以步步夹子 找找药水 要是看到路上有老鼠 就打一下 没看见就算了 不用全程 神经紧绷的抓老鼠 整体来说 打得还是非常的舒服啊 这次加强 真的是救人这只奶猫了 大家都可以买来试试看咯 最后的顶配支持卡呢 就是暴怒 加细心三级 加铜墙三级 加任意三倍支持卡 多尼清测 看成完美 要是没那么欧 细心和铜墙 也一定要带 再加上 跟风得意 也是不错的组合 好了好了好了 托布斯的购买指南 就到这里了 你还有什么 更好的知识卡搭配呢 就在底下留言 多尼打打试试看咯 关注多尼 带你玩这儿 猫和老鼠 爱你们哟